不分党派 不问何人 只要涉及非法 检调都应该查办 误网误众 神情严肃 说重话 总统赖清德6号出席 不公开行程 罕见停下脚步 回应媒体喊话 针对海基会董事长 郑文灿涉滩一事 赖清德语气坚定 打炸扫黑树滩 是目前政府重要的工作 目的是要 维护国家的生存发展 社会的安定 以及回应人民 深刻的期待 不得不然 不得不然四个字 被外界解读 针对意味浓厚 赖政关系时间 要回推到2019年 民进党党内总统初选 当时和赖清德 同为新潮流的郑文灿 却选择和蔡英文 赞同边 赖清德身为民进党的主席 是否就是要让林俊宪 来做他的接额 他这个黄伟哲的接班人 当年媒体自家派系 却往英系靠拢 现在卷入涉探案 难免让外界产生 党内互斗联想 国民党立委 谢龙介也早有预言 之前我就说过 他一定会立威 也许会掀起一番的 心轰血雨 是不是赖总统 也早就掌握 郑文灿问题不少 而没把他列入内阁名单 反而要他担任 有名无权的海基会董事长 应该要去尊重司法的独立 当然还是尊重司法 但除此之外 看看针对此事的四方声明 以赖清德为首的总统府 和民进党中央 都期盼司法单位 误网误众 尽速厘清 反观行政院和海基会 则都只是尊重司法调查 那我毕竟是豪员的老县长 我还是觉得很遗憾 过去传闻很多啦 但是这种事情 既然检方已经介入了 就等调查结果了 在野良党低调简单回应 或许也在隔山关虎斗 TVBS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